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 你們可以猜得出 我們今天是做什麼動 什麼造型嗎 要 我來表演 你來表演 要很傳統的那種 什麼嘛 應該很容易看得出來吧 我們今天辦的就是R2舞裙 在這邊也要感謝他們借給我們這套衣服 因為他們有很多華麗的衣服 對 妳知道其實從小到大 我有一個願望 就是能夠加入R2舞裙 我以前也有這個願望 因為R2舞裙的衣服都好漂亮 而且他們都可以跟大明星一起跳舞 對 而且主要是他們換衣服 都要很快可以看到女生露點 妳那麼愛看女生露點 就是很愛看 那來看我的 不要 妳衣服這邊沒有拉好 沒關係 這是我的那個小背心 並不是胸罩 明明就是胸罩啊 拉好拉好 可是小龍說我像人妖 今天我們這套華麗衣服呢 就是跟R2舞裙借的 他們通常你知道 穿不同的衣服會有不同的舞蹈 從這種舞蹈呢 他們通常都是這種轉圈拉開 然後再拉開 然後或是再轉一圈再拉這邊 對 然後有些比較緊身的話呢 他們就有那種這種扭動的 對 對 對 然後穿短裙的話就是那種 跳熱舞跪下的那種 對 對 對 而且R2舞裙呢 他們很喜歡做這個動作 對 怎麼了 帽子飛了 你知道通常這套衣服啊 通常都是那個 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 張飛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站站站 然後這樣站開 然後飛哥就會從這邊走出來 這種衣服通常都是做大開場的衣服 我也好希望在我們節目開場的時候 可以有舞群歡迎我們喔 我們這次跟董晨寅小姐借的 老師 她哪是小姐啊 董晨寅老師 董晨寅老師 她不是R2啊 不是R2啊 是董晨寅 不好意思董晨寅老師 他們也是很有名的舞團 對也是很有名的舞團 台灣就是數一數二的舞團 對 那R2我剛剛那個講的話 你們就把它忘了啦 沒有啊 R2其實也是兩個這樣並列 對我是說跟他們借衣服的事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跟R2借 不過我是跟董晨寅老師 我有一個要求啊 就是可不可以我們娛樂 百分百開場的時候啊 也有舞群來歡迎我們啊 嗯 可是你想想看舞群你要幾個 就至少也六個吧 一邊三個啊 然後這邊三個三個 那我們兩個要站哪啊 站他們中間啊 那更擠不下啊 我跟你講當紅的主持人 才會有舞群相伴 可是這樣更擠不下啊 可以 怎麼擠 明天就給我準備舞群 不然我不來錄音 你那麼囂張幹嘛 人家是那麼大型中間 不然小舊跟素梅姐穿一穿 來站 啊小龍啦小龍來 快快你還 你還站一下當舞群啊 要不要來來 記你穿記你穿 來來來來 戴一下戴一下 快一點啦 你這是什麼這樣給小龍戴 才好笑啊 來來再記你穿 那個耳機要拿掉啊 耳機要拿掉 喔你這樣也要怕 敬不敬業啊 喔你看我連衣服都脫了 穿這個小龍 太小了 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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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愛整小龍耶 然後來這邊歡迎我 我天也太適合你了吧小龍 好適合小龍喔 你天生當舞群的料 你這傢伙 對啊來來來 穿好看看 帥的咧 來來 帽子給他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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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我 要穿一圈歡迎我 好 穿一圈歡迎我 穿一圈歡迎我 我們的主持人徐希弟 就這樣鑽一圈 然後手打開 晚安各位觀眾 小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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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豬哥早就想現了 可不可以 不是這個 這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不夠專業 小豬哥還有更專業的 你要站我後面啊 我站你後面喔 怎麼樣怎麼弄 怎麼弄 就站在你後面 我躲在你後面啊 然後他那個開場的話這樣 有沒有 好 好 來 等一下 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 徐希弟 等一下 等一下 來兩人組 用我先轉 你再轉一邊去 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 徐希弟 來 你講得沒錯很準 來… 每一個人都要玩一次 幹嘛輪流 楊老闆還在嗎 你喜歡叫楊老闆 楊老闆算是最好笑的 我跟你講 你很壞耶 喜歡整一些那種 不該整的 老年人 嘘 楊老闆我愛你 我愛你 好啦 好 然後節目一開始呢 今天呢我們要訪問到 一位神秘人物 然後這位神秘人物呢 因為她 最近非常的紅 她最近很紅 然後也是造成話題 但是她個人有生命危險 對 她最近做到 生命的危險 對 所以說呢 我們訪問她的時候呢 要以比較秘密的方式呢 就是要保留 那怎麼講 就是不能讓她公開露臉 這樣的話呢 她就會有生命危險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請這位 神秘的媽媽 然後又有生命危險的媽媽出場 好 這個不用拍手 不要拍到她的臉 他最近有生命危險 不要拍到她的臉 只能拍側面 來 這裡 你好 你好 這位中年婦女 你好 你好 徐媽媽你好 最近聽說 您的女兒要殺你 你最近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這是我也是在報上看到的 因為事實上我女兒天跟我在一起 都很好的 相處得很愉快 對 看不出來有要殺你的動機 是不是 我怎麼會怕女兒殺我 因為我塊頭比她大很多 對啊 我看你還滿重的嘛 對啊 那那個 就是網路上說 女兒房裡藏兩把刀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有一些人 她天生不懂幽默 像尤其是我們家的幽默 是一般人無法體會到的 所以你覺得你女兒 純粹只是在開玩笑而已 是一種幽默 她是一種灰色的幽默 那對於女兒最近那個 就是有躁鬱症 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病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有很多人心裡有病 那她不會講 那不會講的原因 可能她表達能力不夠好 那因為我女兒夠聰明 口才夠好 所以她可以把她的感受 講得很清楚 希望幫助別人 對 她的目的是要幫助別人 那就是說 你媽媽或是家庭 有這樣的人的時候 小心之後 妳要用什麼方式去幫她 妳不要再給她增加壓力了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 其實用意是希望能夠講出來 然後讓大家多多注意這方面的事情 好 現在面對大家 這位啊 就是我媽媽徐媽媽 大家好 因為本來其實我是覺得 我們兩個開玩笑沒有什麼好造成話題的 就沒有想到講了這個要殺媽媽的話呢 居然這兩天在報紙上居然討論得如火如荼 這讓我覺得有點嚇一跳 沒有 而且住妳 其實我覺得妳也很倒楣 因為其實像我姐她 因為本身最近身體狀況也不太好 然後她能夠鼓起勇氣在節目上 把她心裡的一些狀況講出來 真的是為了想要幫助大家 就是如果妳也曾經有這樣的傾向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多關心他們 然後請他們去就醫 結果沒想到 所有的人都把焦點模糊在 殺媽媽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會把我姐逼瘋 所以我覺得以後妳還願意這樣子 敞開妳的心 就跟觀眾們分享妳的事情嗎 我覺得我生了病之後就是 人生觀感變很大嘛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壓力啊 這些就是大家誤解啊那些的 我都已經盡量能夠看開 但是我還是還變得比較關心社會大眾 就是雖然她們這樣攻擊我 但是我還是很希望她們如果有病的話 還是要看醫生 而且媽媽一直照顧我啊 關心我啊什麼的 拜託我們三個母女感情多好 等一下喔 如果我嚼了口香糖這樣出來跟妳講話 妳會跟我們講話 媽媽妳幹嘛妳 嚼口香糖沒關係 但是不要遲到 我就跟母親啊 妳對有什麼感覺 不要遲到 而且訪問我們的時候要做功課 好啦那我們這個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母女的感情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希望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不要誤解我們的意思才好 不是年輕人誤解 我覺得誤解的是媽媽其實 我覺得我們的觀眾 年輕朋友們都非常的聰明 而且很了解我們 反而是大人很愛窮緊張 然後扭曲我們的意思 媽媽那妳有什麼話要跟大人講 就是說我們開了這個玩笑 讓大人反應很激烈 還怕我們帶壞小孩 那妳有沒有話要講 而且還覺得我們可能不適合在主持節目 好多放輕鬆 那家裡有這樣子的孩子的時候 通常會有這種病的人 她一定是特別聰明 那她的心思特別的細膩 那所以妳要更關心她 而不是在一直給她壓力 對 給她壓力 不是這樣子的 謝謝媽媽 妳真的很好的 媽來舌溫 幹嘛啦 代表我們感情很好 對啊 而且我們每次去看醫生 每看一次徐媽媽就哭一次 然後在車上開一開說 妳看妳瘦的 然後就哭了 其實我哭是因為妳太瘦不吃飯 不是因為妳有病 所以妳是不是很想揍我 對啊 妳看吧 媽來啦 我媽想揍我 妳們就不說話 我想上我媽妳們就講話 媽妳呼他巴掌給大家看 快看看 好啦 我們現在可以那個 我們要可以賺 我們要賺錢了 妳趕快出去 好 放棄錢 不過想想啊 妳都已經得趙醫症了 還要打扮成這樣也蠻衰的 其實妳知道 我只能用人魔交戰來講 我的心理 因為妳聽我今天 就是今天觀眾要多包涵 因為我腦子現在就是 也可以說是空白 也可以說是混亂 就是我講話 表達能力會變得很差 因為我現在的情況 還是不是很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那個好朋友 非常夠義氣 像今天我們的好朋友黑人呢 已經在旁邊stand by了 就是我姐如果隨時 身體狀況不好的話 她立刻來接棒 其實應該說是心理狀況 心理狀況 因為我就是 你知道就開心不起來 就是一直處於沮喪期 然後我也不想要 就是很沮喪的跟你搭檔 然後 對啊 因為還是希望把歡樂 帶給觀眾嘛 對 所以說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包涵 我覺得像那種 譬如說腿斷的人 或者說得癌症的人 或者是 就算是一個小感冒 那些都是病 那像我得了躁鬱症這些的 我覺得我的病已經算是 外表的病當中很嚴重的一種病了 你知道就像 怎麼講呢 我不會形容 反正不管是身體上面的疾病 或是心理上面的疾病 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就對了 不是你手沒斷就變得不嚴重 其實心理的病也是很嚴重的 對 我覺得我現在心理的病 就是到今天現在的情況 就不是很好 所以說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 沒關係啦 搞笑的事交給我來處理啦 好 那語無倫色的事交給我了 OK 趕快聽新聞 已經6點12分了 歡迎收看民國89年9月27號 星期三的娛樂百分百 快爆 好 你要不要去報名那個董誠英舞裙 我很想啊 可是我 你還滿適合的 可是我太矮 他們好像有身高限制 對 你怎麼這麼矮啊 人家穿這個禮服 你看我 我還可以露出腳耶 你呢 因為我本身今天穿球鞋啦 不過他們應該有身高限 我看那些舞裙 他們就身材好好的 然後胸部很大 很好 沒錯 我不行加入的 對啊 這次的快爆呢就是 我頂多就是當那個 董誠英老師的情人 好 妳要跟他們沾上邊 這次的快爆呢 就是林馨柔小姐 又再出一本寫真集 她的前男友林志穎竟然來獻花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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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 開玩笑 開玩笑 scale 聖遊戲 儀量